痛风能喝豆浆吗? 张薇,风失眠医科,主任医师 其实呢,痛风患者呢 咱们医生都会告诉患者 你要低飘零饮食 因为飘零呢,在我们体内代谢以后 会生成尿酸 咱们病人的尿酸膏 才会造成痛风的发作 所以一般呢,对痛风患者来说呢 咱们首先要限制酒类的摄入 第二呢,就是有一些食物 也是要注意的 但是像刚才说的这个豆制品呢 是这样子的 前些年呢,他们都认为是豆制品呢 飘零含量是偏高一点 咱们要少吃 但是这几年的研究发现呢 豆制品呢,它能促进尿酸排泄 而且它的醋排泄作用 可能会更强一些 所以现在痛风病人 我们医生是建议病人 是可以吃豆制品的 另外呢,就是像海鲜呀 动物内脏呀 这些飘零含量比较高的东西 还是尽量不要吃 还有呢,就是说 痛风患者呢 让那个果糖要摄入少一点 所以咱们那种软包装的饮料 尽量不要喝 专家提示 首先要限制酒类的摄入 有一些食物也要注意 包括海鲜、动物内脏、果糖等